會產生一個booking ID 這個booking ID就是編號 這個編號主要的目的就是將來 如果我在後面下一個工作表裡面 如果要查詢的話 可以利用編號去找到這一筆訂單 裡面的包含 這個訂房的人的名字叫什麼 他住哪一個房間,住幾晚 然後花了多少錢 這個price指的是那個房間多少錢 那總共因為幾晚 那乘上他房間的價錢就是總價 所以基本上這一題大概分兩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如何產生編號 編號部分的規則大概是這樣 各位也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我有放它的規則 一,就是我要把Hotel 前面在他B欄裡面有個Hotel Hotel是他的全稱 前面加上把全稱查詢之後 得到他的什麼呢? 簡稱 就是他的簡稱放前面 然後加一個簡 後面加上一個minus符號 加一個他的什麼呢? Check-in的日期 不過Check-in日期我不要全部 我要月跟日 而且要補兩個零 這個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今天不要黏 只要月跟日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Test函數 然後用MMDD就好了 第三個的話呢 你住幾三的話 這個地方 因為他是哪一天Check-in 哪一天離開 基本上這個三應該指的是他住幾天 不是住幾晚 OK 比如三天兩夜 那他就是住三天 那你可以把什麼 Check-out日期 一定要Check-in日期 再加一天 因為Check-out -Check-in是兩個晚上 可是我要天嘛 所以你把它加一 那最後的話你在串什麼? 在串一個他的名字 名字的話呢 後面也有 你可以看到First name 把First name給串上去 那就是得到最後的答案 所以這邊有一個 大概的一個題目說明 第一個是飯店說寫 第二個是Check-in的月日 第三個是住幾天 第四個呢 是他的名字叫什麼 OK 那我們要怎麼樣產生 第一個 你會看一下那個公司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名稱管理員裡面有很多的清單 其中有一個呢 是Hotel的Detail 你把它點下面一下 這邊有一個對照表 HotelDetail這個名稱的話 它的名稱在這裡 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它的簡稱在第二欄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第二欄的資料 帶回來 所以呢 基本上我如果要查 這個飯店的簡稱的話 那我可以什麼 插入函數 用剛剛講過的有一個是那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V多元數 那查什麼呢 查 這個 它的全稱 那我到哪邊查呢 F3 去有一個叫HotelDetail 這一個名稱裡面查 那我要查到的是第幾欄 你可以點一下HotelDetail 看一下 其實我要第二欄的資料 所以把第二欄的資料帶過來 那比對方式呢 輸入0就好 因為我要完全比對 按全印 那你會發現它的簡稱過來了 再來AND 然後呢 給一個簡的符號 簡的符號呢 做什麼呢 TrackIn的月跟日就好了 所以AND 打一個test txt 請刮鬍 來 CheckIn的日期 後點 雙引號 輸入m dd 後面雙引號 後面後刮鬍 好 打勾一下 其實你不用一次全部做法 你可以先看看 是不是 縮寫 加CheckIn的月日 然後加注幾晚 再AND 一個 點的符號 在AND 什麼呢 它CheckOut日期 減掉 這個 CheckIn的日期 CheckIn日期 不過它加一天 因為你減完之後是幾晚 可是我要幾天的話 你就加一 然後打勾一下看看 是不是3 這邊 這邊少一個 可能 這邊 雙引號 這邊 放錯位置 這邊 放在這裡 一個 點的符號 這邊要小心 那個 輸入的AND 串接符號 所以檢查一下 AND 然後把這個結果 輸出 打勾一下看看 沒錯 然後呢 放不下 把它展開一下 在AND 就是一個 一樣 在一個淺的符號 一個MINUS符號 然後呢 一樣 在一個AND 什麼呢 最後把它的什麼呢 第一名 它的名字 放到後面去 按打勾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這邊好像還是少一個 引號 這邊打錯了 因為這筆電 有時候 OK 記得喔 雙引號 然後打勾 應該完成了 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那個 Booking ID的設置 那做完之後呢 接下來 你可以反查 所以第二個部分 是 它的Build List Build List 是 這個訂單 那如果說我要查到 它的名字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透過什麼 這個訂單 反查 這一個ID裡面 那它的名字的話呢 基本上是放在 這個 SoNate是它的姓 SoNate是它的名 所以你可以把什麼 這邊應該是 第六 第六 第七 把第八籃跟第九籃帶過來 那因為 這個公式裡面 有一個Booking 這個Booking 實際上指的是 這個總表 那所以我可以 利用剛剛的對照關係 第八跟第九 所以你可以什麼 利用那個插入函數 一樣 用什麼呢 用那個插入函數 幫我去查什麼呢 查這個編號 去哪邊查 因為編號一定是放第一籃 沒有問題 如果不是放第一籃就不行 去F3 Booking 指的就是前面這個總表 裡面呢 幫我查第八 第八就是它的姓 比對方式的話 零完全比對 它就幫你把什麼 Romeo插回來了 有沒有 然後呢 中間end 一個 再來一個空白 所以這邊空白 然後end 再來就是 後面的姓剛好第九籃 所以其實不用重打 把前面的公式複製一下 貼過來這邊改成九 打勾一下 它的全名就出來了 向下填滿 做幾號房 看一下 幾號房 這邊有Rome number 第六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加個等號貼上 把它改成六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跟資料庫還蠻像的 查第幾籃 那幾碗的話呢 就是把什麼呢 check out 第五 減到第四 第五減第四 剛好沒電 第五減第四的話呢 就一樣加個等號 其實把它貼上 這邊改成五 這邊減掉 減掉四 所以也是貼上 這邊改成五減四嘛 確個印減 確個out OK 三萬 那 房價的話呢 怎麼查 你可以在Hotel的這個對照表裡面 它有一個叫lookup 後面一個price 所以呢 在那個對照表裡面呢 也會有一個對照表叫做lookup price 那 它的第一欄就是這個 縮寫加一個減符號 加幾號房 多少錢 所以呢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串接吧 什麼樣的串接 把前面三個字 有沒有 這個booking id的前三個字 所以你可以什麼 等於用laps 這個id裡面的前三個字 在串接什麼呢 在串接那個and 你可以串接loom number OK 打勾一下 那利用這個去哪邊查 去這個 用那個也是一樣 減 v路函數 去查什麼呢 把它貼上 查 tablearradef3 它有一個對照表 叫做lookup price 就是去查 那第一欄是 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縮寫 方便縮寫加房號 然後我要查的是第二欄 把第二欄帶回來 比對方式一樣是零 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我把那個房價帶回來 所以按向下填滿 那你amount 就是總價等於什麼 等於幾碗 乘上 所以這邊的話 乘上 它這個房價 打勾 那這樣的話呢 它多少錢 就做出來 所以一個報表也可以利用 那未來 不見得是飯店業 也許 你們在做一些 這個客戶啊 這些資料的管理 其實也可以利用類似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實際上 跟資料庫還蠻像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講的稍微快一點點 細節部分 我有把那個最後的解答 其實在雲端上面 也有放一個解答在上面 所以如果要看比較詳細的部分 要不就是參考雲端的資料 要不就是 我有把那個整個動作錄下來 OK 那今天的話 就先講到這裡 OK